红色的西螺大桥横跨着水溪下流 是云林人的工艺骄傲 以这个建筑为题材的艺术品多不胜数 但说到最精巧的 莫过于这个铅笔雕刻 知近不到半厘米 但完美展示桥身刚架交错的工艺精髓 小而精巧让人叹为观止 对于出道六年的笔雕老师李建筑而言 艺术源自于生活 非但创作灵感从周边取材 就连原材料也垂手可得 直径不超过五毫米 每支要价不过四令吉的铅笔 送到老师手中就能画铅笔为神奇 我创作的题材比较属于中国风 比较属于民族色彩 目前有创作的佛手系列 还有建筑物的系列 还有传统的长兵器 还有字母的APC 一直到Z 26个字母 在涉猎中华文化 宗教用品等不同创作元素后 李建筑其中一个让人印象最深刻的 莫过于高度和宽度 分别只有半毫米和0.1毫米的英文字母组合 即使比一颗米还要小 但依然难不倒大师 用40分钟雕一个字 整个作品花了至少17个小时 成品所展现的正是人类的无限可能 葱 使用 主席 扮准 华